你知道曾经拥有艾克佐迪亚的激将打牌有多强吗 谁能想到历经多年后 他又集齐了另外五张卡召唤出全新王牌古代 更是以极强的赌运在摇骰子中力压赌王城之内 为所有牌佬诠释了什么叫做江还是老的辣 就在刚刚海马公司举办的KC大奖赛上 取得冠军之人就有机会挑战游戏王武藤游戏 社长更是来了一场惯例跳飞机表演 以最骚气的姿势将逼格拉马来宣布大赛开启 这一刻连快斗的颜值都要比社长低上三分 废话少说打牌开始搞起吧 第一场激将就对上了城之内 作为小表和城之内的师傅 除了与社长的不明牌局外 这是激将全聚以来第一次出手 城之内嘴快拿下先攻 攻击表示召唤地心剑士 再盖上两张卡结束回合 轮到激将 盖上两张卡 接着以攻击表示召唤彷徨的木乃伊 城之内的回合 攻击表示召唤小一守卫 挥手发起进攻 命令地心剑士率先开团 搭配速攻魔法天使的骰子 赌王就是赌王 开局就要赌运气了 激将丝毫不损 打开永续陷阱卡传说的赌徒 另一颗骰子几乎同时被丢了出去 这张印着激将年轻时候照片的陷阱卡 可以在对手摇骰子时发动 只要制出来的骰子点数 比对方高就能让城之内的卡片效果无效 一天 竟然是六点 城之内不服输 继续打开第二张盖卡恶魔的骰子 攻击力翻倍不了 那就降低木乃伊的攻击力就是了 二人再赌第二把 激将年轻时是个冒险赌徒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今天老少两代赌王一波对拼 激将两战两胜 把把六点让城之内哑口无言 所以双方怪兽以原攻击力战斗 地心剑士被一拳捶爆 城之内人麻了 脸上围着肚兜的老灯竟然如此之强悍 根据小一守卫的效果 回合结束前更改成守卫表示狗一狗 激将的回合 打开盖卡绝对不可侵犯领域 通过在准备阶段舍弃一张手牌 封印住城之内下个回合 无法进行通照和特招 再来一张永续魔法卡噩梦的盛气龙 根据效果在对方的准备阶段时 自己可以将手牌抽到四张为止 然后在自己的准备阶段 则需要丢弃同样张数的卡片 激将的牌封引的王样 都忍不住现身说法 老灯打牌比城之内 要多看远两个回合 小表更是觉得激将看到的 不仅仅只是两个回合后的情况 场上的激将已经盖上一张卡 结束掉回合了 轮到城之内 是张好牌 激将大喊敲多麻袋 他要先把手牌抽到四张先 城之内还想嘴硬抽了又有什么用 你一会不是要丢弃 天真 打开盖卡非常实 根据效果把噩梦的盛气楼送墓 就能恢复一千点生命值 同时盛气楼送墓了 所以待会他就不需要丢弃卡片了 一举两得强到离奇 城之内一怒之下放下 要狠狠修理老灯的Fly 不料激将摇摇手 表示年轻人的记性侦查 发动场地魔法卡古之都 接着把彷徨的木乃伊作为祭品 攻击表示召唤古之巨人 这张卡有个缺点 就是没有进攻对方灌兽时 控制者要受到300点伤害 还没完 再来一张永续魔法卡古之剑 藉由这张卡的效果 特召两只岩石巨人衍生物 衍生物同样若没有发动进攻的话 控制者就会受到500点伤害 挥手进攻 命令古之巨人粉碎小一手卫 守备表示虽然没有造成伤害 但是接下来的衍生物 就能直接捶爆玩家了 结束回合 场下观众早已看呆了 老灯不出手则也 一出手还真是逆天啊 不愧是年轻时披靡天下的人物 城之内的回合 攻击表示召唤哥布林突击部队 四星竟然有2300点攻 冲上去就想灭了古之巨人 激将淡定如老狗 打开永续陷阱卡旅人的试炼 将自己一张手牌给对方猜测种类 如果猜错的话 攻击怪兽就会返回手牌 激将就这一张卡 再次给年轻赌王赌100的机会 赌王发功了 小手一点以最自信的姿态猜测 就是魔法卡 很好 答错了 是灌兽卡 所以哥布林突击部队 需要返回手牌里 太强了 城之内第一次被人 在赌运气中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赶紧盖上一张卡防身结束回合 轮到激将 必发神抽又是好牌 无止一张命令古之巨人 直接攻击玩家 结束了 休想得逞 打开盖卡替罪羊 四只羊能抵挡四次进攻 激将无所谓 你落败是迟早的事 而且每次进攻 都需要精力猜手牌的考验 现在激将有两张手牌 其中一张肯定是怪兽卡 另一张就不好说了 在城之内思考的时候 激将已经把另一张牌甩出来了 永续魔法卡古之书籍 傻黄毛还以为对手失误了 剩下那张就必定是怪兽卡 激将黑黑冷笑 古之书籍可以让玩家 把一张手牌和卡组 最上方的卡片交换 如此一来城之内 又得靠运气来猜 才能发起进攻 还没完呢 把两只岩石掩生物 转攻为首回合结束 同时由于掩生物没有进攻 所以削减一千点生命值 亡样看不懂激将的套路 明明进攻就能削减两只绵羊 还能不扣生命值的 另一边城之内已经抽卡了 继续攻击表示召唤哥布林突击部队 这家伙不敢再读 只能结束回合 激将都笑疯了 胆小鬼真没用 抽卡 为了维持古之书籍 需要舍弃一张手牌 如此一来灌兽卡又没了 完全不给城之内机会啊 而且这只杀人蛇送墓的瞬间效果发动 在自己的准备阶段中 这个怪可以返回首牌 完全是把城之内当傻子在戏耍 气得老哥差点召唤自己的拳头打人 老灯继续操作 所有的封印条件已经集齐完毕 把两只岩石掩生物转手为弓 古之剑又转动了一格 掩生物达成弓手弓的转换条件后 将它们和古之剑一起作为祭品 就可以从卡组 首牌或者墓地中让古之门上场 同时场地魔法古之都的效果发动 当古之门 古之巨人 古之书集集齐时 将这三张卡作为祭品 就能令沉睡在远古的黄金之龙古代龙复活 一出场就灭了哥布林突击部队 顺带着把剩下的三只绵羊也给涂了 这条龙的效果就是每次破坏对手怪兽时 就能破坏对方场上所有的守备怪兽 可以说能力非常鸡肋 召唤条件还那么麻烦 城之内完全不虚 一抽就是王牌 发动魔法卡命运宝牌 根据效果之骰子 至出几点就能从卡组抽几张卡 同时从卡组除外相同张数的卡片 在这个瞬间激将也行动了 只要有永续陷阱传说的赌博士在场 就能拼一拼运气 这一次新一代赌王运气更胜一筹 以四点压制住了激将的三点 所以效果成立抽四张卡 来一张魔法卡集结地心战队 将手牌里名字带有地心自断的三星以下怪兽 全部召唤上场 过分了要问 你手里正好就有三张这么巧的吗 将三个怪作为祭品 攻击表示召唤闪电战士 闪电战士召唤成功时破坏对手场上所有怪兽 古代龙竟然如此轻易就被灭了 接下来就是闪电战士对玩家的直接攻击了 激将大喊先猜手牌 城之内的答案是怪兽卡 并嘲讽老等你换来换取都是那条蛇吧 还真是 那么攻击进行 这一波伤害可以说是暴击了 激将骤然双目一瞇 那被破坏的古代龙竟然又活泼乱跳地跑了出来 只要有古之都在场 古代龙就是不死之身 每一次被破坏后的结束阶段就会复活 轮到激将的回合 挥手命令古代龙攻击闪电战士 双方攻击力相同是要同归于尽的 但是古代龙不一样 他死后又复活上场了 城之内的回合 是强欲之狐 勇敢甩出来 抽两张卡 就这一手牌 逆风翻盘轻轻松松 来一张装备魔法卡过早的埋葬 支付800点生命值 从墓地里复活哥布林突击部队 麻达麻达 再来一张魔法卡飓风 将场上所有的魔法陷阱卡 都返回玩家手牌 失去神殿后古代龙 也就失去了复活的能力 那编程之内继续操作 从手牌再一次发动过早的埋葬 继续支付800点生命值 把闪电战士从墓地里拉回来 挥手进攻 双方攻击力相同再次同归于尽 等等 这喷出来的是龙珠的四星球吗 接着是哥布林对玩家的直接输出 结束了老灯 揍得太狠了 一点都不准老挨诱